先談在之前熱身的時候 我發現合作金庫隊的選手都沒有出來熱身 只有客人的出來熱身 然後做伸展 一直在比賽前他做得很完整 所以這個企圖心展現在 今天的這場比賽裡面的話 他有三隻安打 當然有一次這個跑壘是比較積極了一點 被雙炸 不過他整個企圖心都維持得很高 最後也要說陳冠儒有勇氣對決 我覺得是不錯 有些投手手一軟的話就投四塊球 讓其他的來做對決的一個選擇 那當然說你在兩好三塊 用一個內角之球來對決的話 那克蘭德打的兩隻拳來打 都是打左投手 同樣的都是內角球的位置 所以被他撈出去也都合情合理 所以棒球比賽就是有低潮 有高潮 這場比賽是非常的精彩 守備精彩 然後四十一級也都有出來 那也依舊就是合作金庫隊的牛捧 都能夠Hold住 只要Hold住的話 在三比一落後的時候 利用第六局的一個機會 一口氣把分數追平 才會有這支在線全雷達 在第六局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第四棒的路易斯 那支聲援的 優愛的一個飛球也很重要 那支安打是直接把這個 林士成從一壘送回來 所以洋將也都有建工 這個也就是合作金庫隊的一個 營球的模式 洋將的打擊一定要發揮出來 雖然有一些商兵 不過就是靠調整慢慢 讓這些商兵能夠回來 我相信依舊 合作金庫是一個 相當有競爭力的球